那是玩到 半年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 似乎隐藏 十篇十章一节 耶和华 你为什么站在远处 在患难的时候 为什么隐藏 世人在患难中发出疑问 神好像站在远处 不关心他们的苦难 苦难会使人发出 与世人相同的问题 神为什么好像隐藏了 如今的瘟疫 战争 地震 各种的天灾人祸 频繁发生 人在祸患中 好像看不到神的帮助 人的罪性与贪婪 使得社会生态 与自然生态 被破坏殆尽 人尝到了罪的苦果 神不是袖手旁观 而是等待人 在祸患中清醒 认识到自己的自大和无助 转向神 要得着彻底的拯救 主啊 今天你让我明白 你站在远处 也是你的怜悯 若不借着这些灾难 使人还陶醉在 人定圣天的自傲中 不明白罪所带来的恶果 会使人多么无助和可怜 苦难 的确是你在用高音喇叭 唤醒世人 让我们及时 从沉睡中醒来 回转归向你 祈求你的怜悯和拯救 不至于落入永恒的审判里 主啊 我要趁着白日尚在 珍惜时间与你同工 让我的家人与朋友 在你未来之先 都能蒙你的拯救 进入永恒的国度 在基督里 享受永远的荣耀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民 祈求祷告 阿们 祝你为何站在远处 祝你为何站在远处 患难要多久才能结束 祝你为何站在远处 祝你偏便酷苦 祝你呼求 想我隐藏到什么时候 恶人 悄恒 长长犯错物 周麻 鬼闸 满口 都失读 他们说你比不会追究 审判比超过他的眼球 主啊求你向我指手 不要忘记我的困惑 无依无可只有向你倾诉 你向来都是孤儿的帮助 恶人的寂寞必站立不住 前辈人的心你最清楚 求你曾听我的呼求 有你的陪伴在午夜市府 歌人挑衡常常犯错误 周满轨渣满口都是毒 他们说你比不会追究 审判比超过他的眼球 我求你向我指手 不要忘记我的困惑 无依无可只有向你倾诉 你向来都是孤儿的帮助 恶人的寂寞必站立不住 前辈人的心你最清楚 求你曾听我的呼求 有你的陪伴在午夜市府 有你的陪伴再哭也是苦